李蘇文 他是民國最厲害的第一高手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 你知道霍元甲 知道霍元甲 知道葉問 知道 民國以來只有兩個人 從來在武術史上沒有敗擊 一個是孫世太極的孫露堂 一個就是李蘇文 他沒有輸過 但是聽說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不要分勝負 他們私下曾經較量過一次 然後咧 但是誰輸誰已經不知道 霍元甲每次上去打外國人的時候 一定要求李蘇文跟孫露堂 兩個人在後面幫他躍正 霍元甲遇到李蘇文的時候 一定以義師義友的身分 先向他行李致敬 那既然孫露堂 他的孫世太極還蠻有名的 霍元甲對他尊敬三分 也敬畏三分 但為什麼沒聽過李蘇文 因為他的八極拳出手 太狠 太猛 太兇 殺人於無形 所以博素界沒有一個人喜歡他